各位嘉宾好 我是柯宇瑞 今天是2023的8月8日 恭祝各位嘉宾父亲节愉快 今天是2023的8月8日 民国112年的8月8日 今天刚好恭逢父亲节 恭祝各位嘉宾父亲节愉快 那今天跟各位嘉宾介绍另外一个人权公约 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公约 那这个是国家人权委员会的这个资料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国家人权委员会 他的这个国家人权委员会 他的有关于这个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公约的一个简介 他说这个联合国议员的消除一切形式 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他说规范缔约国谴责种族歧视 承若以一切的方法来制定法律 禁止跟终止任何人 任何团体任何组织所施行的种族歧视 这样 2013年民国102年的时候 依总统府有一个人权咨询委员会会议的决议 请内政部落实推动本公约 推动本公约 然后确认我国于退出联合国之前 我们在退出联合国之前 我们事实上已经签署了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而且批准他了 然后此一公约已经属条约 对中华民国具有国内法的效力 在民国 在民国107年 就是2018年的时候 2018年的时候 总统府那个人权咨询委员会 第三次的委员会会议决议 请内政部积极地办理国家报告 还有国际审查的事项 积极保障受歧视者的这一个权利 权利 那2020年的时候 民国109年的时候 行政院就核定了 内政部所订定的推动计划这样 并成立 行政院也成立的 防治人口贩运 及消除种族歧视 协调汇报 然后在这个汇报下面设置一个 消除种族歧视 推动小组 那推动的方式包括 法规的检视作业这样 办理教育训练 撰写国家报告这样 共同宣导 在这个公约 正式的名称叫做 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 国际公约 事实上他通过的时间还蛮早的 1967年 1965年 抱歉 1965年 我是1967 我是56年次的 1967年出生 那他在我出生前两年 就 我是56年出生的 那他就是 1965就是民国 54年的时候 54年 12月21日 联合国大会就通过了 我还没出生之前 联合国大会就通过了 1969年 那我三岁的时候 1月4日生肖 然后我们是1966年 3月31日签署 1970年 11月14号批准 1970年 12月10日存放 然后1971年 1月9日对我国生肖 所以根据这个国家人权委员会的这个资料 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公约 事实上是对我国是有有生效的 是有效力的 是有效力的 好 那接下来跟各位嘉宾报告 他有一个推动计划 消除一切种族歧视的这个推动计划 推动计划 我们看一下这个消除一切形式的这个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他简称叫ICERD ICERD ICERD推动计划 109年的时候行政院就核定了 他说这个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公约 所以简称叫ICERD 就事实上已经对我国有生效 反正他讲的这些历史就是对我国有生效就对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推动计划大概做什么 这个主办机关是内政部 内政部是主办机关 统筹机关 主办机关是各个各级政府 还有学校 有法规检视 教育训练 还有 还有 撰写国家报告 还有国际报告这样 还有共同宣导 共同宣导这样 这是推动计划的 第一部分是法规面的 第二部分是教育训练的 教育训练的 然后 第三个部分是撰写报告面的 他说依ICERD9条规定 帝月国承诺于ICER 对其中华民国开始生效一年以内 其后没两年 反应委员会请求的时候 他就要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报告 供委员会来审议这样 这个是撰写国家报告 还有一个撰写国际审查报告 我们就是把它翻译成英文 然后请国际专家来审查 然后再来就是共同宣导这部分 好这个事实上 在民国109年的时候 行政院就有核定了这一个 这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就是 109年的时候 行政院就核定 内政部所拧定的推动计划 这个叫做消除一切形式 种族歧视国际公寓ISET推动计划 ISET推动计划 好 接下来 跟各位报告一下内政部的讯息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首发的这个 我国发表首次的那个国家报告 好 好这个是 这个新闻资料是 民国111年的12月14号 12月14号 抱歉 12月14号 12月14号 所以资料还蛮新的 今天是112年的8月8号父亲节 也恭祝各位嘉宾父亲家姐愉快 那这个是去年的 去年的 那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内政部发布的讯息 这个单位是移民署 移民署 好 我们看一下他的内容 内容 这个他的标题叫做消除一切形式 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我国发表首次国家报告 然后他说这个 发布的日期 111年的12月14号 上午11点 移民署发布的 内政部于今天 今天的话 就是111年的12月14号 举办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首次国家报告的发表记者会 然后 由政务委员来主持 这个政务委员他是监政这个行政院 行政院有设置一个防治人口贩运 及消除种族歧视 协调汇报 他的召集人 叫政务委员 罗秉承政务委员 并由内政部次长陈宗燕说明 近三年政府推动ICERD 的具体措施 这个ICERD 事实上他正式的名称叫做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 国际公约 展现我国政府致力于消除种族歧视 促进平等 及尊重多元的决心 各位这个要消除一切种族歧视 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各位嘉宾就知道 这个你要把公约内国到内国法化 有多难就要多难 像我举一个实际例子 现在那个新住民 外籍移工 家庭帮佣 他现在是没办法领到基本工资 那同样都是人 在台湾从事工作 劳工 是不是都应该一律平等 一律平等都要领基本工资 那为什么那个家庭帮佣 他没办法领基本工资 所有的 我们台湾所有的劳工都可以领基本工资 那外籍移工也可以领基本工资 就是那个社府移工也可以 产业移工也可以 唯独家庭帮佣 还有那个余月 远洋余月 余工都没办法 那是不是 这里我今天跟各位嘉宾报告 就是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 外籍移工就是外来的 然后我们要消除他的歧视 那歧视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让这个家庭帮佣领基本工资 我们是不是应该让远洋余工领基本工资 所以 我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知道说 跟各位嘉宾报告 不要小看这个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要把他内国法化 我们台湾事实上还是有一大步非常非常非常遥远的距离 就是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各位嘉宾就可以体验到这个 要把这个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内国法化 制定法律是容易 连制定法律都很难 像这个 我们对于家庭帮佣 外籍移工的家庭帮佣 基本上还是没办法领基本工资 远洋余工 远洋余船上的远洋余工 就是中华民国就是有两类的劳工 还没办法领基本工资 一个是家庭移工 一个是远洋余船上面的远洋余工 那家庭帮佣没办法领基本工资 这个是不是就是歧视他 然后我们内政部说要促进平等及尊重多元 促进平等 这真的是要很发心思的 这个政务委员罗秉承表示 台湾能够在国际上被看见 除了经济成就以外 还有人权发展的进步 然后我们现在台湾ROC不是联合国会员国 但不断的向国际人权标准看齐 自主承诺实现国际人权公约 参考联合国的审查模式 结合在地的经验 建立我国的公约推动及审查机制 基本上我们还是没办法达到这一个 基本上 基本上我们还是处在违法的状态 我们还是没办法达到消除一切形式 种族歧视国际公约要求的 要消除一切形式 对于移工要消除一切歧视的 那个种族歧视 还是没办法达到 还是没办法达到 好 然后呢 他说这个陈宗彦 内政部次长 他 我们先看一下 ISER是联合国九大核心的人权公约之一 也是我国 ISER也是我国 唯一于退出联合国之前就签署 完成签署 批准 存放手续的国际公约 具有国内法的效力 事实上他具有国内法的效力 那是不是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ISER具有国内法的效力 是不是我们应该尊重ISER 那ISER就是说要消除一切种族歧视 那为什么我们对外籍义工的家庭帮佣 还是没办法给他基本工资 那是不是 他说具有国内法 ISER具有国内法的效力 事实上就是ISER可以拘束我们 他对中华民国产生法的效力 那我们就公然的挑战 公然的违反ISER的规定 那是不是违法 基本上是违法 那违法就是劳力薄削 那劳力薄削是不是一个犯罪行为 这就是说 我举一个例子 二次大战 犹太人屠杀 德国人屠杀六百万犹太人 那每个德国人都想说 也不是我杀的 是希特勒杀的 全部德国人赞成 希特勒是全部德国人选出来的 希特勒代表德国人 杀 犹太人杀了六百万 那跟各位嘉宾 报告 在算不算六百万的 犹太人被屠杀 算不算杀了 应该是吧 希特勒二七一 这个还触犯着战争罪 罗马公约的战争罪 灭绝人类罪 战争罪里面 灭绝人类罪 那每个人都在犯罪 每个德国人都在犯罪 每个人都犯罪 等同于每个人不犯罪一样 因为每个人都犯罪了 没办法每个人处罚 那台湾人呢 每个人都对 不是 绝大部分的那个家庭 都对那个家庭帮佣 进行那个劳力剥削 劳力剥削是触犯人口 犯运的防治法 的一个犯罪行为 劳力剥削罪 那每个人 很多家庭都犯罪 就不构成犯罪了 这个 这个就是很 很那个 也不能说 也不能说怎样啦 就是说一个 总是我们 往这个人权国家 慢慢迈进嘛 好 我只是看到这一个 埃舍是联合国九大核心的人权公益之一 然后呢 今年111年12月14号 台湾推动人权工作成果封硕 今日发表埃舍首次国家报告 可以说是人权保障上 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但是要达到埃舍的标准 还是很遥远的距离 什么时候我们中华民国 那个对于家庭帮佣给他基本工资 什么时候对于那个 远洋渔船上面的那个远洋渔工 给他基本工资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达到了 埃舍标准的时候 那 总是 小朋友慢慢成长嘛 你如果给他弄得太快的话 搞不好 这个烟苗助长 但是也不能拖太久啦 我们是期待啦 我们这个政府啦 还有台湾的民间 我们尽量达到埃舍标准 就是因为达不到嘛 所以我们就建立一个目标嘛 所以不要气馁 但是也不要太久啦 不要太久 最近一两 最好是最近几年以内 就给那个家庭帮佣基本工资 还有给远洋渔船上面的那个 远洋渔工 基本工资啦 这样才能符合ICET 这个标准 好 陈宗燕先生 这个陈宗燕事实上就是内政部的次长表示啦 国家报告的撰写过程 共有34个关心本议题的NGO团体 还有人权组织参与 事实上是很庞大的 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内政部也将相关的资讯都整理起 纳入首次的国家报告中 让这个报告更加完整 同时也展现了政府积极落实 推动ICET各项政策跟努力 好 那我来提一下我们国家这个报告 那个 我就是这个 就是提出了我们国家未来还可以发展的方向 显示显得很漂亮啦 国家报告 问题是 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是知道我们要违法 就是家庭帮佣 中华民国纪念的家庭帮佣 没办法领到基本工资 远洋渔船上的远洋渔工 没办法领到基本工资 明显的就是违反的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 国具公约ICET的规定 事实上也就是违法啦 事实上也就是违法 好 那ICET 首次国家报告 以多元文化为核心 从推动原住民族历史 还有转型正义 少数族群语言 文化护证 生活适应 还有基本人权维护 这个三大主轴架构 这个一个是原住民 我们当然是乐观七成 这个要注重少数族群的语言 文化护证也是很重要啦 然后再来就是生活适应 基本人群的维护很重要 那个外籍移工 外籍移工也是种族啊 好 遠洋移工也是 也是那个 外来的啊 东南亚的种族 民主 东南亚国家嘛 那是不是这个推动主轴 就是少一个的 钱很重要啦 钱不是万能啦 基本公司不是万能 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啦 那结果我们这个 这个 因为我们如果把那个 基本公司纳进去的话 就是自己贴自己的铁板 所以我们那个 就是避重就轻的鞋啦 我也是希望我们以后的国家报告啊 能够尽量说 呃 除了些好的以外啦 基本公司啊 薪资这部分也要 变成四大主轴啦 这个就是说 写下去以后 一定是踢自己的铁板嘛 但是呢 就是要唤醒民众 要注意到这个区块啦 好 分别有法规组织 政策教育宣导各个方面 检视政府是否能达到 ISER国家报告 落足种族平等 及消除种族歧视的宗旨 好 那他说 这个ISER首次国家报告 也从受保护的主体对象 检视政府对各个族群 种族族群 基底推动的平权措施 这些对象包含 原住民族 原住民族 客家民族 蒙障族 新住民 这里有新住民 还有一个移工 我特别关心移工的基本工资 因为他们这个是 离家背景 蛮辛苦的 蛮辛苦的 非常辛苦 在台湾的人生地不熟 最主要就是要赚取基本工资 赚取薪资 那我们 我们对家庭帮佣 又不给他基本工资 那渔洋 渔船上面的渔洋渔工 工作很辛苦很辛苦的 有生命危险 我们也不给他基本工资 还对他那个 毆打 暴力相向 十一住行方面都没办法达到做一个人的基本要求 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并分别说明了对各种族群事物的不同任务目标还有需求 好 那内政部也指出 ISER的首次国家报告 已经至于内政部移民署的网站 供各界越南 内政部也将持续结合各界的资源跟力量 积极落实推动 好 这是内政部的这个 他的这个 说明 好 接下来跟各位嘉宾报告 消除一切种 这个ISER的这个公约 对啊 我们上一下新闻 然后我们看一下 三周前 这个是雅虎的奇谋新闻 他说这个 国家人权文会成立以后 他那个成局欲尽数 并订定这个平等法 一切的种族 要订定一个平等法 这个好像那个中部某一个民心学校叫那原住民 就是西环啊 死藩仔 这个 其实 这个原住民看到 这个汉的民主 看到原住民 真的是要对他们很有愧疚心 因为 他们也不想住在那个山区 事实上是他们也住在平原 事实上汉族把他一直赶 一直赶上去的 汉民主就叫他西环 这个好像不太好 不是不太好 是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 这个是对原住民族的一种侮辱 还有客家民族 还有那个盟障族 新住民也是很 也是非常弱势的 新住民还没拿到 新住民还没拿到那个身份之前 都没有参政权 这个是非 一共也是 没有拿到身份证之前 还有其他非光明都没有参政权 事实上这部分就是消除一切种族歧视 还有很大的那个进步空间 所以成局呼吁啊 要奠定一个平衡法 这个是我很赞成 好 雅虎奇摩网 他说人权会 这个人权会就是国家人权委员会 国家人权委员会 叫人权会 这个是三周前 人权会 ISER的独立评估报告 呼吁说这一个 这个 111年的是国家报告 112年的这个7月是发表 是ISER的这个独立评估报意见 这个人权会 国家人权委员会 呼吁要加速评论法 评论法 好 那 在2023的5月23号 联合报有一个新闻 台大好像有 有歧视的 就是有歧视其他种族 台大学生歧视的争议 国家人权委员会呼吁加强制定 这一个平等法 平等法 平等法 然后这个远见杂志 在这个2023年的5月23日 它说 近年大学多次出现艳女 恐童 恐惧这个同婚的 同性恋的标语 或竞选政见 政府要制定这个平等法 平等法 人权会呼吁加速制定平等法 好 New New Talk 新闻 在这个2023的5月22日 它说 台中益中 台大学生会 台大经济系学生 都陆陆续续出现艳女 那个歧视女性 还有恐惧那个同性恋的 还有歧视的 特定的族群 西环 原住民这样 甚至善动仇恨的活动 标语 国家人权委员会简称人权会 他呼吁政府应该制定平等法 维护各个族群 免于歧视跟暴力 免于歧视跟暴力 好 还有歧视当生男性的 他说 这个是Light Today 台大生歧视风波 国家人权委员会发生 这是2023 5月21日 这些歧视哪些人 女性 恐惧同性恋的 压迫原住民民主的 把她骂她是死翻载的 西环 歧视单身的男性的言论 遇政府加速制定平等法 加速制定平等法 那我们看看其他的新闻 这是Yahoo奇摩网的 乘举呼吁应该尽数制定平等法 平等法 那我们看看其他的新闻 这是Yahoo奇摩网的 2023 5月4号 台中益中的西欢娜 西欢娜 西欢娜 史欢仔 海报惹议 好继续跟各位嘉宾介绍 这个Yahoo奇摩网他这样写的 西欢啊 骂那个山地原住民啊 他说那个海报惹人争议 国家人权文会说 族群平等敏感度不足 不足 Yahoo奇摩网他说 2022的12月16日 他说综合性的平等法 要制定综合性的平等法 他说那个 行政院的人 人权及转型正义处 也在引领综合性的平等法 平等法 好 那我们看看还没有其他的 这一个 相关的这一个 报告 所以我们政府现在就是 官方的 现在很 很重视 这个 人权位是设置在监察院里面 好 这个 关键评论 2023 5月22日 台大经济系学生 政见 涉骑士 通报 姓平会 最终可以热令退学 好 人权位 呼吁政府加速 制定 平等法 他说 这里 这个 关键 评论他说 第一学府 台大学生做了最坏的一个 示范 自由时报里面的 2023 5月3日 台中义中再报原住民学生被霸凌 立法委员吴立法处 行政院禁述提 反歧视法 所以也有人叫做平等法 也有人说政府要制定一个族群平等法 也有人说要制定一个反歧视法 反歧视法 然后 2023 1月31日 明神堂 施逸祥先生 施逸祥先生 他有提到 施联一公修法重罚 他说 违反人权的政策 增加深既有的问题 他说 2022年 12月14日 正式公布冻结已久的 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 国家报告 所以我们事实上有通过 但是把它冻结了很久 这样 好 那我们大概就知道 这个 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公约 事实上 政府 政府 现在还有立委 他们现在推动的方向 就是说 光通过这个国际公约 也是 就是要如何落实到国内法 也是不容易 所以最好还是 除了施行法以外 就是国际法 要转换成内国法化 除了制定施行法以外 事实上 某一类的特定的国际法 如果我们国内 还是很多 没办法达到标准的话 像ISER的话 政府 还有立法委员 就是呼吁政府 政府要制定 平等法 或者是这个平等法 也有人把它 有人说是平等法 也有人说政府 要制定一个族群平等法 那也有人 族群说 也有学者专家说 要制定一个反歧视法 好 反歧视法 好 接下来跟各位嘉宾 报告一下这个 消除一切形式的 种族歧视公约 这个 嗯 维基百科的 这一个 资料 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公约 那个 维基百科的 这个资料 他说 这个 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公约 他的英文叫做 commension commension就是公约 unelimination elimination 就是消除 消除什么呢 all forms 一切形式的 of ratio 种族的歧视 discrimination discrimination就是 歧视他 简称叫icet 这个i的话就是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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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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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tio 種族的 歧視 Discrimination 他說是一項聯合國公約 他是第三代的人權公約 這個愛瑟的是第三代的人權公約 公約要求帝約國要消除種族歧視 和促進所有種族間的諒解 然後公約也要求各國以法律禁止仇恨的言論 並以刑事手段 懲治種族歧視的組織 接下來跟各位報告 他的簽署地是在紐約 聯合國在紐約 生效日是1969年的逾越四日 然後27個國家 生效的條件就是要27個國家簽署還有批准 以後這個愛瑟就生效了 簽署方有88個 締約方有177個 然後保存在聯合國秘書長這樣 好 他說這個該公約由聯合國大會 於1965年的12月21日通過 並開放簽署 到了1969年 1965到1964年之間 1月4日正式生效 已經有27個國家簽署還有批准了 到了2013的那個1月 已經有88個簽署國 哇這個公約是很熱門的 177個締約國 聯合國有設立一個 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的 設C.E.R.D.來監督 他的背景是這樣 在1960年他的緣起背景的時候是這樣 在1960年12月 在世界一些地方發生了 反猶太組織事件 然後聯合國大會就通過一個決議案 譴責一切形式的種族、宗教和民族仇恨與行為 認為這個違反了聯合國憲章 還有世界人權宣言 然後聯合國大會呼籲所有國家的政府 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防止各種形式的種族、宗教和民族仇恨 然後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 就起草一個決議針對種族偏見、民族和宗教 不寬容的表現 呼籲各國政府要教育公眾 反對不寬容 還有廢除歧視性的法律 要廢除 然後該決議沒辦法在1961年的大會通過 隔年大會才通過這個決議案 然後在這個決議案的初期的辯論裡面 非洲有一些國家推動更具體的行動 提議以國際公約的形式對抗種族歧視 因為這個非洲人可能常常被 黑人常常被種族歧視的 所以他們希望說要奠立一個公約 而一些國家則偏好生民 用生民就可以了 而不是據居數率的公約 也有一些國家想在同一份文件裡面 同時處理種族歧視跟宗教的不寬容 不過由於拉伯國家政治上的反對 其他國家也認為宗教不寬容的部分 沒有那麼擠迫性 所以會達成妥協 兩項決議分開處理是這樣 一項決議是在消除一切種族歧視的宣言 和公約的查案 另一項則是針對宗教不寬容的宣言 和公約的查案 那消除一切種族歧視宣言的查案 在1963年的時候聯合國大會通過 在同一天裡面 大會通過 同一天大會呼籲經濟及社會理事會 跟聯合國的人權委會 並絕對優先 依此宣言 來制定一個公約 然後這個公約 埃舌的公約 在1964年的時候完成 埃舌這個查案最終在1965年的12月21日通過這樣 所以這個消除一切種族歧視 消除一切種族歧視 他的這個公約就通過了 然後他總共有分三個部分 三個部分 在概要裡面 公約遵循世界人權宣言 公民政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還有金色文權利國際公約的架構這樣 然後也提到了國際勞工組織的112號公約 還有反教育歧視公約 這個埃舌總共有25條 分為三個部分 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1到7條 1到7條 1到7條 第一個部分是1到7條 他說各個地學方 承諾消除一切形式的種族歧視 和促進各種族之間的了解 這是第二條 然後地學方有義務 不因種族而有歧視 不贊同 和維護種族主義 以及禁止其管轄範圍內的種族歧視 地學國還必須審查他的法律跟政策 以確保他們不會因種族而有差別待遇 並承諾修可和廢除 涉及歧視的法律還有政策 必須消除歧視的具體領域 列在這一個 第5條 第5條 第5條裡面有 應該就是說 哪些領域應該把它消除 消除 這個裡面啊 像集會優行權 表達自由權 選擇職業 還有獲得公平憂鬱的報酬 同工同酬 同工同酬 那為什麼遠洋漁工他們沒辦法領到基本工資 家庭幫傭為什麼沒辦法領到基本工資 抬勞可以領到基本工資 這就是不同工同酬了嘛 不同工同酬 所以基本上我們國家事實上還是沒有達到這個ICERT的標準這樣 好 各位嘉賓好 繼續跟各位嘉賓介紹 ICERT 在這個第一個部分 ICERT第一個部分 該公約的 地約國 地約方 這個ICERT 地約方 具體承諾 消除種族隔離 消除種族隔離 以其在這個地約方管轄範圍以內的種族隔離罪行 好 然後各個地約方還需要將 煽動 種族仇恨 種族仇恨 煽動 種族仇恨 它是一個犯罪行為 這叫做 煽動 種族仇恨罪 還有 確保司法救濟 種族歧視 好 這是第六條 還有 第七條 規定 從事公眾教育 與促進 理解跟寬容 在第二部分 8到16條 規範ICERT的這個報告和監督 為了落實公約各個地約方應該採取的步驟 包括 建立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 設的 並授權 其對聯合國大會做一般性的建立 設的要做 這個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 要對 授權其 其又設的 CERT 對這個聯合國大會 UN Assembly 做一般性的建立 它建立了各個地約方之間的爭利解決機制 在11到13條 允許各個地約方承認委員會 有權 這個委員會就是這個設的 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 有權利聽取個人 對於侵犯公約 所保障權利的投訴 這是14條 第三個部分是17條到25條 就是公約的批准 生效和修訂這樣 好 接下來 就跟各位嘉賓報告 這個埃色的實際的內容 實際的這個內容 這個 我們國家齁 在這個54年12月21日就簽訂了這個埃色的 所以這個 事實上它這個對中華民國是一個 有國內法效力的一個公約 我們簽訂的時間是54年的12月21日 這個全國法規資料庫裡面就有了 全國法規資料庫 收集的這個埃色的公約 它總共有25條 25條這樣 25條 好 接下來跟各位嘉賓報告這個 這個 消除一切形式 種族歧視 國際公約的這個內容的概要 這個法規的正式的名稱叫做 消除一切形式 就是任何形式的 一切的形式 種族歧視的國際公約 我們中華民國ROC簽訂的時間 是在54年的 54年的12月21日 簽約國 就是 他在紐約開放嘛 這個是1965年12月21日 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 大會決議通過的時候 12月21日 1967年 1965年 1965年通過的時候 1965年-1911 就是民國54年的12月21日 聯合國大會在紐約通過的時候 我們那一天就簽訂了 簽訂了 然後我們在1966年 1966年的3月31日 簽署 簽署 1966年的3月31日簽署 1970年的時候批准 批准 然後呢 1970年的12月10日 向聯合國大會 存放批准書 存放批准書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埃瑟的前言 他說本公約的地約國 有建於聯合國憲章 是以全體人類天父的尊嚴 天父的尊嚴 人性尊嚴 全體人類的人性尊嚴 天父的尊嚴 跟平等的原則為基礎 所有會員國均 單允 採取共同還有個別行動 與本組織合作 以達成聯合國 宗旨之一 本組織就是聯合國 不分種族、性別、語言、宗教 增進並激勵對於全體人類的人權 還有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還有遵守 然後有建於世界人權宣言宣誓 每個人都身而平等 在人性尊嚴和權利上 每個人都平等 人人都有權享受世界人權宣言所採的 一切的權利跟自由 無分宣誓 尤其不應該因種族、膚色或原屬國而分宣誓 他說 建於人人在法律上稀署平等的 有權享受法律上的平等保護 以防止任何歧視 及任何煽動歧視的行為 所以說 1963年 聯合國通過一個宣言 就是 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宣言 這是1963年的時候通過的 然後 他說 這個宣言裡面 鄭重宣告 迅速消除全世界一切種族歧視行事 還有現象 確保對人格尊嚴的了解跟尊重 實屬必要性 實屬必要性 哦 這個天言很長耶 哈 他說 生性 我們看一下生性 他說 生性種族 生性任何基於種族差別的 這一個 那種種族優越的學說 在科學上均屬錯誤 在道德上要被譴責 在社會上均屬有失平衡 而很容易遭之危險 無論何地 理論上或實踐上的種族歧視 均無可辯解 就是沒有任何理由 可以來justify種族歧視 生性相信基於種族差別的種族優越學說 在任何科學上均屬錯誤 均屬錯誤 相信台灣人 台灣人的那個種族優越的學說 優於外籍移工 在科學上均屬錯誤 相信任何基於台灣人民 台灣的人民 台灣的民眾 台灣的民眾 在種族上優越於外籍移工 優越於家庭幫優 這種主張呢 在科學上均屬錯誤 在道德上都應該受到譴責 重申 台灣民眾跟外籍移工之間 台灣民眾跟遠洋移工之間 具種族輻射或民族本源的歧視 為對國際友好和平關係的障礙 是對國際友好和平關係的障礙 足以擾亂民族間的和平跟安全 甚至共處於一國國內的人跟人之間的和諧關係 生性種族壁壘的存在 為任何人類社會理想所厭其 生性種族壁壘 在台灣境內 對於本勞實行那個可以享有勞基法 享有基本工資 對於家庭幫優 他們不能享有勞基法的保障 不能享有基本工資 對於台灣的本勞 享有基本工資 享有勞基法的保障 對於遠洋移工 他們沒辦法享有基本工資 相信對於在台灣民眾跟東南亞民眾之間 外籍移工 遠洋移工之間 生性 因為基於這種種族壁壘的存在 為任何人類社會理想所飢餓 有見於世界若干地區 像台灣地區 仍然有種族歧視的現象 並基於台灣民眾的種族優越感 種族仇恨的政府政策 他說諸如 阿趴 阿趴 特黑特 Aparthe 或隔離政策 或分革政策 聯合國決心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迅速消除一切種族歧視及現象 防止並打擊種種學說還有習力這樣 好 緣 議定條款如下 於是我們 預定的這個條款如下 他說本公約的什麼叫總歧視呢 因為 為基於種族、忽設、世系或原屬國或民族本源的任何區別 排斥、限制、優惠 然後呢 其目的或效果為取消或損害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公共生活 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權還有基本自由 在平等地位上的承認、享受或行使 像那個家庭傍優他 他在經濟上他就是受到限制嘛 排斥他不能享有勞基法 排斥他不能領有基本工資 就是在經濟上限制的外籍移工 他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要損害外籍移工在經濟上任何方面的人權 對不對 然後雇主可以少付一些錢 然後 然後他這個第一條裡面的第二項 第一條裡面的第二項 他有提到 本公約不適用於帝約國對公民與非公民間所做的區別 排斥、限制或優惠 所以公民跟非公民之間 事實上是可以採取差別的 待遇這樣 這個是埃塞的第一條的第二項 公民跟非公民 本公約不適用於帝約國對公民與非公民之間的那個區別 排斥、限制或優惠 理論上 聯合國還是承認在公民跟非公民之間還是有差異性 不過我覺得這個也是埃塞裡面的弱點 第一條的第二項 以後他慢慢的可以改進 好 接下來跟各位嘉賓報告 第二條 第二條 第二國譴責種族歧視 譴責種族歧視 並承諾立即一切的方法 消除一切形式的種族 這樣 這個是第二條的第一項 第二條裡面的第一項 這第二條裡面的第一項裡面 它這個直 直、醜、眼、毛、唇 這個直、醜、眼、毛、唇 這個好像是 這個好像是 這個是條 條一 條在下 這個直款 醜款 第一款 第二款 然後 第二條 第一項 第一款 他說第二國承認 直是第一款 醜是第二款 眼是第三款 卯是第四款 臣是第五款 好,接下来跟各位嘉宾报告 第二条第一项里面的第一款 第二国承认不对人 人或机关实施种族歧视的行为或 习例,并确保所有全国性 还有地方性的公共当局 还有公共机关 均遵守此项的义务 行事这样 好 好,这是第二条 就是谴责种族歧视 接下来跟各位嘉宾报告 第二条的第二项 他说,第二国因于情形需要时 在社会经济、文化或其他方面 采取特别具体措施 确保属于各该国的若干种族团体 或个人获得充分发展与保护 以其保证此等团体 跟个人 完全并同等享受人权 还有基本人权 此等措施与锁定目的 达成以后 绝不得产生 绝对不能产生 在不同种族团体之间 保持不平等 或隔离的行使 权力的后果 不得在不同种族之间 保持不平等 不得在不同种族之间 保持不平等的后果 就是一定要保持平等 保持平等 第三条是谴责种族隔离政策 种族隔离 接下来跟各位嘉宾报告 第四条 艾舍的第四条 帝约国对于一切宣传 及一切组织 凡你某种种族 或属于某一个肤色或民族本源的人 具有优越性的思想 或理论为根据者 或试图辩解 或提倡任何形式的种族仇恨 还有歧视者 丐于谴责 并承若立即采取 要根除这种种族歧视的 一切善动或歧视行为的积极措施 积极措施 这个就是说 那个 不能 第四条说禁止提倡这种种族优越感 种族就是 禁止提倡这种种族的这一个优越感 优越感 好 在这个第三条 第四条 第四条里面 第四条里面 它总共有 有这个三款 第四条里面 它 第四条里面 它总共有三款 直丑岩 只是第一款 第一款 然后丑是第二款 也是第三款 它说这个第一款里面 它说这个 凡 应宣告 传播以种族优越或仇恨为根据的思想 煽动种族歧视 以及对任何种族或属于另一个肤色或民族本源的人 实施强暴行为 或 煽动 此种行为 又凡对种族主义者的活动给予任何协助者 包括提供经费在内 概为犯罪行为 这个犯罪行为的话就是说 这个犯罪行为 第四条第一款的犯罪行为 这个叫做传播种族优越罪 第四条第一款的犯罪行为 传播种族优越罪 还有一个罪名 传播种族仇恨罪 传播种族 它是一个犯罪行为 传播种族优越罪 第四条第一款 还有一个呢 传播种族仇恨罪 然后呢 第四条第一款还有一个罪名叫做 煽动种族歧视 以实施强暴行为罪 煽动种族歧视 煽动种族歧视 以及对任何种族或属于另一肤色 或民族本源的人实施强暴行为 就是煽动种族歧视 并实施强暴行为罪 第四条第一款还有一个罪名 就是说煽动种族歧视 煽动种族歧视 并承动种族歧视 并承动强暴行为罪 好 然后他说呢 还有一个 对于这个种族主义 知住种族主义罪 知住种族主义罪 第四条还有一个罪名 知住种族主义罪 所以第四条第一款里面 第一种罪名叫做 传播种族优越罪 第二个罪名 传播种族仇恨罪 然后第三个罪名 煽动种族歧视 并实施强暴罪 然后第四个罪名 煽动种族歧视 并煽动强暴 实施强暴罪 煽动此种行为 然后第五个罪名 种族主义罪 种族主义罪 知住种族主义罪 第六种的第四条 第一项 埃什尔第四条 应该说第五种罪名 知住种族主义罪 好 接下来跟各位嘉宾报告 埃什尔第四条的第二款 他说 因宣告反组织 及有组织的宣传活动 与所有其他宣传活动 提倡与煽动种族主义者均为非法 要把它禁止 并确认参加持能组织或活动行为 犯罪行为 依法懲处 这就是说 参加这个 这个 煽动种族歧视组织罪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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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也是个犯罪行为 第一款也有 处罚资助行为 第四条第三款 就是说 因不准全国性或地方性的公共当局或公共机关 提倡或煽动种族歧视 好 呃 各位嘉宾好 接下来跟各位嘉宾报告埃什尔的第五条 第四条是罪名 第五条的话 就是地约国依照本公约 第二条规定的基本义务 承诺 承诺 禁止 并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 这里有提到 埃什尔第二条 埃什尔的第二条 埃什尔的第二条 埃什尔第一条是有关于种族歧视的定义 那第二条的话 第二条的话 第一项它是说 地约国 地约国 第二条 第二条的第一项 它说地约国应谴责种族歧视 并承诺立即一切 一切适当的方法 实行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 还有促进所有种族间的谅解和政策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地约国第一款 第二条 第一项第一款 地约国承诺不对人 人或机关实施种族歧视的行为或习例 第二款 地约国承认对任何人或组织所施行的种族歧视 不跟他提倡 不跟他提倡 好 第二条 第一项 第三款 第一项的那个第三款 第三款 它说地约国应采取有效的措施 对政府还有全国性地方性的政策加以检讨 并对任何法律规章 足以造成或持续不论存在于何地的种族歧视者 要给他修正废止或宣告无效 好 这是第二条 第二条 就是要采取一切的措施消除种族歧视 好 接下来跟各位嘉宾报告第五条 他说 第五条规定保证人人 保证人 第五条 保证人人有部分种族肤色或原属国 不分种族 不分他的原属国 像那个外籍医工 外籍医工 家庭帮佣 他的原属国大部分都是越南 印尼 越南印尼这样 那个 远洋渔船的渔工也是一样 他大部分的原属国是菲律宾 印尼 越南 或民族本源在法律上余利平等的权利 保证人人都不分他的原属国 在法律上余利平等 余利平等的权利 有得享受下列的权利 第五条 第五条里面有 一二 直 丑 言 老 乘 己 乘己 乘己 第一款 在法庭上 及其他一切司法裁判机关中 平等对待的权利 这个我们是在 这个尤其远洋渔工 他远洋渔工 遭受成为人口犯运被害的人 这个他 他的那个口译 常常 食物上三不五时就发生说 那个 印尼里面的那个 印尼里面的 印尼文 印尼语 他还分了很多地方 他讲 A 这个远洋渔工的 这个是人口犯运被害人 他讲的是A种的印尼文 结果我们找B B B地区的那个印尼文的 口 的那个 的那个 那个 来给他翻译 哇 那实在是很糟糕 嘿 这样的话 这个远洋渔工啊 他如果是人口犯运被害人 在法庭上 还有其他一切司法裁判机关中 他就是没有享有 平等待遇的权利的 人身安全 及国家保护的权利 以防强暴或身体上的伤害 不论其为政府官员所加 或任何私人团体 或机关所加 那我们在台湾的那个 云洋渔船上的 云洋渔工 常常遭受这个 船长的暴力相向啊 好 埃蛇第五条的第三款 政治权利 其由住者为 依据普通平等投票权 参与选举 然后呢 选举与竣选 参加政府 以及参加处理任何等级的公务 还有同等服公务的权利 那像我们那个新住民啊 新住民还没拿到身份证了 他即便在还有永久居留者 事实上都没有参政权 好 这个也是违反了埃蛇的规定 他们没有政治的权利 埃蛇的第四款 其他公民的权利 其有住者 公民的权利 这个第四款他特别标明了 其他公民的权利 公民的权利 在国际内自由迁徙及居住之权 有权 离开任何国家 连他的本国在内 然后第三目 呃 第五条 第四款第三目 享有国籍之权 然后第四目 递结婚姻 选择配偶的权利 第五目 单独占有 其与他人合有财产的权利 第六款 继承权 第五款是财产权 第六款是继承权 好 然后呢 这个是第四款里面的第七目 第七目 思想 思想自由权 良心自由权 宗教自由权 嗯 第五条 第五条 第五条的第四款 第五条的第四款 第八目 主张和表达言论自由权 第九目 和平集会 结社自由权 然后 第五条的第五款 经济 社会 还有文化的权利 第五款是 第四款 他是限定在公民权利 第五款就没有限定在公民权利的 所以外籍医工 家庭邦友也应该有这种权利 工作 自由选择职业权利 享受公平忧郁的工作条件 免于失业的保障 同工同丑 获得公平忧郁报酬之权 这个 我们劳基法 保障劳工应该享有基本工资 可是那个 家庭帮佣没有享有基本工资 远洋 渔船上的远洋渔工 也没有享有基本工资 根据IS的第五款里面 第四款 第四款 他是限定在公民权利 这个第五款 他就没有写说 这一个 其他公民权利的 所以这个外籍的 外籍医工也应该有 组织参加工会的权利 住宅的权利 享受公共卫生 医疗 照顾 社会保障 还有社会服务的权利 接受教育 训练的权利 家庭帮佣 还有家庭帮佣 都没有享有基本工资 事实上是违反了 IS的第五款 第五款的第一幕 好,接下来跟各位嘉宾报告 第六款 IS的第五条 第六款 进入或利用任何公共使用的地方或服务的权 交通工具 旅馆 餐馆 咖啡馆 戏院 公园等 所以那个 有建立二次大战里面 日本屠杀了一千多万的中国大陆民众 所以中国大陆某些地方都限制 狗 其日本人禁止进入本餐厅 狗啊 狗啊 还有日本人禁止进入本公园 本公园 本餐馆 本旅馆 狗啊 哈哈 跟各位嘉宾报告 狗 跟日本人禁止进入本旅馆 日本人禁止进入本村 日本人禁止进入本社区 事实上 中国大陆这些做法 事实上都是违反了ISER的 第五条 第六款 进入或利用任何公共使用的地方或服务的权利 交通工具 旅馆 咖啡馆 戏院 公园 有一些公园 他就是禁止狗 跟日本人禁入 有一些中国大陆的社区 也是这样写 禁止日本人禁入这样 这个都是违反了ISER的第六款的规定 第六款的规定 那台湾 家庭傍佣没有享有基本工资 还有远洋鱼工 没有享有基本工资 事实上是违反了ISER的第五条 第五条里面的第几款呢 第五条里面的第五款 经济社会还有文化的权利 有有住者 他说工作自由 选择职业 那我们现在家庭帮佣 外籍移工要转换职业 事实上是很困难的 受限就业服务法 然后享受公平忧郁的工作条件 家庭帮佣 远洋鱼工跟本劳 事实上他的工作条件就 他们就不公平了 不公平了 他们没有享有基本工资 同工同酬 就是违反了这个同工 从这个 台湾的远洋鱼工 还有远洋鱼船上的远洋鱼工 台湾的家庭帮佣 外籍的家庭帮佣 无法享有基本工资 事实上就是违反了ISER的第五条 第五条的第五款 第一幕的规定 事实上是明显的违法行为 接下来跟各位嘉宾报告 第六条 接下来跟各位嘉宾报告 第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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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帝约国 第六条 接下来跟各位嘉宾报告 第六条 帝约国 帝约国 因保证 在其管辖范围内 人人均因经由国内的主管法庭 还有其他国家机关 对于违反本公约 侵害他的人权 还有基本自由的任何种族歧视行为 获得有效的保护 与救济 并有权就此种 种族歧视 而遭受的任何损失 向此等法院请求公允 充分的赔偿和补偿 这个台湾的家庭帮佣 没办法领到基本工资 这个外籍移工 有没有办法经由 台湾中华民国纪念的主管法庭 还有其他国家主管机关 对违反本公约 侵害到家庭帮佣的人权 还有基本自由的任何种族歧视行为 获得有效的保护跟救济 没办法的 因为这是劳动部的政策 所以台湾还是有改善的空间 第七条 第五条是法律上的平等 第六条是说要获得救济 第七条 他说地位国承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 尤其在讲授教育文化新闻方面 以及打击种族歧视的偏见 并增加国家间 及种族或民族团体间的谅解 还有容数与募誼 同时宣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跟原则 宣扬世界人权宣言 宣扬联合国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宣言 还有宣扬本公约 第七条就是对大众教育本公约 对大众教育消除一切种族的歧视 第六条是说要获得救济 任何遭受歧视的被害人 他都有遭受救济的机会 第五条事实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再跟各位嘉宾报告一下他这个重点 第二国依照本公约第二条所规定的基本义务 来禁止 第二条就是要承诺禁止 还有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 第五条规定保证人人在法律上余地平等的权利 这个人人是不分种族 不分肤色 不分原属国 不分他的原属国 因为我们这个家庭帮佣 大部分都来自于 运尼、越南 运洋渔公也是 运尼、越南 还有那个菲律宾 或种族、民族本源 在法律上余地平等的权利 尤其要享受下列的权利 像是第一款 第二款 第三款是政治权利 我们这个外来人口 外籍移工 这个政治权利几乎都是没有 除非他规划中华民国国籍 运洋渔公 运洋渔公他常常遭受到强暴脅迫 然后十一住行方面 尤其是吃的住的都是很差的 事实上都违反了这个艾舍第五条 第二款的规定 第一款也是违反他的规定 被害人常常没办法得到司法救济 尤其是运洋渔公方面 家庭帮用也是 第四款的话是其他公民的权利 这个就是可能外籍移工 还有运洋渔公可能就排除适用了 第五条的第五款 他没有说其他公民的权利 所以运洋渔公和外籍移工 事实上都可以适用 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 包含自由选择职业 外籍移工要在台湾转换职业很困难的 事实上就违反了 爱瑟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 也没有同工同酬 家庭帮用没办法领到基本工资 不受劳基法的保障 台湾远洋渔船上的远洋渔公 没办法领到基本工资 事实上也是违反了爱瑟第五条 第五款的规定 都是违法的行为 都是违法的行为 各位嘉宾好 接下来跟各位嘉宾介绍 第二个部分 他说应该成立一个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消除歧视种族委员会 就是在这个联合国 这个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因设立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以下简称委员会 这是第八条 爱瑟第八条 由德高望重公正的这一个专家 18人来组成 这个第八条总共有 一二三四五六项 总共有六项 然后18位组成 然后由本公约的缔约国 缔约国至他的国民里面选举之 的个人资格认知 选举时应该顾及区域的分配 还有各种不同文明 还有各主要法系的代表 这个是第八条 第八条的第一项 第八条的第二项 这个委员会 委员会就是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第八条第二项规定 委员会的委员应以吴季明投票 然后从缔约国推荐的人员名单中选举之号 然后每个缔约国可以推选一人 他说第八条第二项 第八条第二项 第一次的选举 这个委员会的选举 应该这个埃瑟生肖之日起 六个月后举行之号 然后联合国秘书长应于每次选举日前 至少三个月前 含请各个缔约国于两个月内提出其所推荐的姓名 这样 然后秘书长应将所有被推荐的人 按照他的英文字母排序这样 编成名单 编成名单 好 然后第八条的第四项 委员会的委员的选举 应在秘书长与联合国会所 在联合国会所 召开的地约国会议中举行 该会议以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地约国为法定人数 不用通过得票二分之一 得票最多的且暂出席及投票 地约国代表绝对多数 当选委员会的委员这样 然后第八条的第五项 委员会的这个 委员任期四年 然后第一次选举产生的委员中 总共有十八个委员 其中的一半 应于两年 两年终疗时届满 第一次选举以后 持九人的姓名应由委员会主席来抽签决定之 因为这个四年 然后其中一半是两年 这样的话他们经验才能够传承这样 传承 好 接下来跟各位嘉宾报告第九条 第二国承若于这一个 本公约 本公约对其本国生肖一年内 还有其后没两年 他说 如果委员会有请求的时候 就其所采用的 十四本公约的各项规定的立法 行政立法司法或其他硕施 下秘书长提出报告 一年以内就要提出报告 之后要两年 没两年 好 接下来跟各位嘉宾报告 埃舍的第十条 第十条总统有四项 第一项 这个联合国的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叫什么委员会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第八条有提到 然后第十条第一项说 委员会应该设的委员会 应该自行制定他的议事规则 第二项 第十条的第二项 委员会应自行选举职员任期两年 这样 好 我们看下第十一条 本公约一个订阅国 如果认为另外一个订阅国 A订阅国如果认为B订阅国 B订阅国未实施埃舍本公约的规定 得将此事通知社的委员会注意 委员会应将此项通知转知 关系的帝约国B订阅国 社文国应于三个月内 向委员会提出书面说明或声明 以解释此事 如以采取补救办法 并说明所采的办法 这十一条的这个A A国可以像B国 A国可以像这个社的文会 对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文会 来检举B国没有实施本公约的规定 然后B国呢 三个月以内 要向社的文会提出书面说明 这个通常 国际法里面有不干涉他国内政 可是这个社的A社的 第十一条很显然的 就是不干涉他国内政的一个例外 好 好 接下来跟各位嘉宾报告这个 第十一条 这是第十一条 十一条有提到的 就是A国可以像B国检举 好 接下来跟各位嘉宾报告第十二条 十二条它总共有八项 八项 第一项里面有两款 这个是十二条 十二条里面总共有八项 八项里面第一项里面总共有 有两款 两款 首先跟各位嘉宾报告十八条 第一项 委员会主席因委员会收集整理 认为必须的一切情报后 指派一人专设和解委员会 和解委员会有五个委员组成 这五个人设的委员会的委员 或非设的委员也可以 和解委员的指派 需真的争端当事国一方的充分同意 这样 好 第十二条是设置一个调解委员会的 调解委员会 好 接下来跟各位嘉宾报告 为什么会有委员会呢 为什么会有委员会呢 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的这个十二条会 会成立一个那个 委员会就是要解决这一个争端啊 解决争端这样 所以十二条里面有一个调解委员会 和解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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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跟各位嘉宾报告 第十三条 十三条的话总共有三项 十三条总共有三项 接下来跟各位嘉宾报告十三条第一项 和解会 应于详尽审议上开四项以后 撰写报告书 提交委员会的主席 这就要散写报告了 接下来跟各位嘉宾报告十四条 第二国得随时声明 承认委员会有权接受 并审查在其管辖内 自称为该第二国 侵犯本公约所载任何权利行为 受害人的个人或个人联名提出的来文 所以基本上设的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可以接受被害人 遭受种族歧视的自然人的 这个 他的来文 他的申诉 问题是这个自然人的 的那个母国 就是帝约国 根据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 十四条的规定 第一项的规定 帝约国得随时声明 这个自然人虽然是 而在国际法里面的自然人 虽然是可以 依据艾舍的 第十四条的规定 第一项的规定 虽然自然人 遭受歧视的自然人 可以向艾舍的自然人 提出来文跟救济 问题是必须到这个自然人的母国 所属国帝约国 必须声明 随时声明 承认社的委员会 艾舍的这个委员会 社的委员会 他有这个管辖权 接受并审查 在其管辖内 这个在其管辖内 这个其就是帝约国管辖内 自称 他是受害人 为该帝约国 侵犯本公约所宰任何权利行为 受害者的个人 这样 好 再接下来是 跟各位嘉宾报告 这个十四条第二项 凡发表本条第一项 所规定的声明的帝约国 得在其本国法律制度内 设立或指定一个主管机关 负责接受审查 在其管辖内 自称侵犯本公约所宰 任何权利行为受害者 并以用尽其他的地方 补救办法的个人 联名的请愿书 在我们国家 我们好像 这个遭受 遭受歧视的 一切形式的种族 歧视的个人 他好像要向主管机关提起这个救济 没有很明确的一个主管机关 我们看一下施行法里面 有没有提到 施行法里面有没有提到主管机关 我们国家也有奠定施行法 叫做消除一切种族 消除一切种族歧视的这一个 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公约的 我们也有制定施行法 跟各位嘉宾报告 在施行法里面不知道有没有提到这个主管机关 我们有施行法 我们有订定这个艾舌的这个施行法 所以事实上这个 还没制定施行法以前 他事实上就对本台湾有拘束力 更何况制定施行法以后 更有拘束力 具有国内法的效力 在100年6月8号的时候 我们就制定了消除一切种族歧视 国际公约的施行法 我看看有没有消除一切 我们是消除对妇女一切行事公约施行法 有了 是消除对妇女一切行事歧视公约施行法是有 但是这个是妇女歧视公约 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公约 好像就没有 好像我们就没有施行法了 抱歉抱歉 好像我们就没有这个 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公约 我们好像就没有施行法 没有施行法 我们我们的 我们的施行法是消除对妇女一切行事歧视的施行法 种族歧视的 所以难怪 难怪在这个新闻里面 他很多人都呼吁说 人权会都呼吁说要制定一个平等法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施行法 没有施行法这样 所以 所以跟各位教兵报告第十四条第二项 翻发表本条第一项所规定的声明的缔约果 本条第一项规定的声明的缔约果 那我们也没有地约果 所以我们也没有主管机关 因为我们不是会员果 不是会员果 但是在救济方面 就是遭受种族歧视的救济 事实上要有一个 就是要有一个 遭受种族歧视 遭受到种族歧视的个人 要有一个主管的法庭 还有主管的机关 这个第六条里面有提到 第六条 第六条里面有提到 第二果 因保证在他的管辖范围内 人人均因经由国内主管的法庭 及其他国家机关 对违反本公约、侵害人权 还有基本自由的任何种族歧视的行为 获得有效的保护跟救济 那因为我们没有制定施行法 所以主管机关也是 我们的报告是统策 是由内政部制定的 埃舍的国家报告 但是国家报告制定 撰写国家报告的机关 是不是所谓的主管机关 也是很有争议的 这内政部是没错的 内政部 所以为什么要制定一个平等法 我是非常赞成的 赞成的 好,接下来跟各位嘉宾 报告第十五条 好,第十五条 总共有四项 第一项 大会 联合国大会 1960年12月14日 决议案1514所载 允许殖民地国家 及民主独立宣言的目标 获至实践前 本公约各项的规定 绝不限制 就是不会限制他们的民主的请愿 请就对了 这是殖民国家 好,接下来跟各位嘉宾报告 第十七条 本公约听由联合国会员国或其他任何专门机构的会员国 国际法院缔约当事国及联合国大会邀请 称为本公约缔约国的任何其他国家签署 联合国会员国可以签署 联合国任何专门机构的会员国也是可以 专门机关的会员国也是可以 国际法院规约当事国也是可以 还有联合国大会的邀请 好 接下来跟18条 18条第二项规定 本公约是必须要经过批准 批准是不是要送交联合国秘书长 我们台湾有批准过 然后18条 我们台湾有加入 本公约因听由本公约 第17条第一项所称的任何国家来加入 好 然后19条 这个生肖条件是比较高的 要27件公约 本公约因自第27件批准书 批准书或加入书 送交联合国秘书长存放之日后 一个月30天以内来生肖 好 20条第一项 秘书长应于收受各国于批准或加入时 所作的保留并分别通知本公约所有地约国 我们台湾好像没有保留 没有保留 好 国际法还是弱法的 地约国得以书面通知联合国秘书长退出本公约 这样 22条是两个地约国之间的那个争端 或以本公约所明定的程序解决 以外还可以提交国际法院来解决 接下来跟各位嘉宾报告23条 第一项 任何地约国得随时以书面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修改本公约的要求 这样 24条 第一项 秘书长应将下列事项通知本公约第17条 第一项所载的国家 就是由哪些国家签署批准加入本公约发生效力的日期 好 25条 他说本公约应交纯联合国党库 以中文、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各本同一作准 所以中文事实上是全世界的强盛的那个强势的语文 强势的语文 这个公约里面 公约里面要特别留意一下 跟各位嘉宾报告 公约里面要特别留意一下 艾舍公约本公约第5条 第5条里面他有提到保证 第5条 保证人人有部分种族、肤色或元属国 元属国就是来源国 就像 跟各位嘉宾报告的这个 家庭帮佣他的基本工资 他的工资、薪资没有达到基本工资 而且不受牢基法的保障 远洋于公也不受牢基法的保障 也不享有基本工资的这个权利 那事实上我们就是以元属国嘛 就是他们这些人 以家庭帮佣好了 就是以他的元属国 还有远洋于公 就是他的元属国嘛 因为他是非公民嘛 那我们是 这个艾舌第5条 有明文规定 保证人人有部分种族、肤色或元属国 或元属国 在法律上余地平等的权利 这就是法律平等 人人在法律之前平等 然后 特别是在这边四项平等 虽然 本公约里面的第一条 第一条 第一条 第二条第二条 他说 那个本公约不胜用于地域国 对公民、非公民之间所做的区别 排斥、限制或优惠 就是不适用于 但是 但是 第四条二规定 专未使若干需给予保护的种族或民族团体或个人 获得充分进展 而采取的特别措施 以确表持等团体或个人 同等享受或行使人权或基本自由者 不得视为种族歧视 你给他加分的话 特别优待是不算 不算 不算 好 然后 这个第一条第二条 他是说 本艾舍不适用于地域国 对公民跟非公民之间的区别 可是 这个是通则 但是 原则上是可以做区别的 不适用于它的区别 对不对 第一 艾舍 第一条第二条 他的意思就是 反面解释就可以做区别 待遇 基本 但是 原则上是可以区别待遇 但是 艾舍第五条里面 又是第二条的例外规定 第五条是第二 第二 第二条的例外规定 在第五条里面 第五条里面有123456 这是第五款里面 第五款里面 12345 第五款其他的公民权利里面 第五款特别标明公民权利 第五款特别标明这一 抱歉 这个应该是第四款 特别标明其他公民权利 不能应该有区别待遇 而且要法律上平等 第四款限于公民的 就是公民跟公民之间 国内的自由迁徙跟居住自由权 公民可以离开任何国家 公民享有国籍的权利 公民有呼应的权利 选择配偶的权利 公民享有单独占有的权利 财产的权利 公民享有与他人合有财产的权利 公民享有继承权 其他公民权利 其有有助者 其他的公民权利 其他的公民权利 然后呢 思想自由权 良心自由权 宗教自由权 主张自由权 表达自由权 意见自由权 和平 集会自由权 集社自由权 可是第五款里面 他就是没有提到其他公民权利的 其他公民权利的 所以事实上 非公民也是享有 第六款里面的经济 社会 文化的权利 工作权 自由 选择职业的权利 ISER ISER里面的第五条 第五款 特别提到的自由选择的权利 所以台湾的移工不能转换雇主 这个部分 例外常转换雇主 基本上有违反ISER第五条 第五款的这个规定 享受公平忧郁的工作条件 公平的条件 本劳可以享受劳基法的保障 外籍帮佣没办法享受 劳基法的保障 是不是 这个就是没有公平的工作条件 然后 忧郁的工作条件 我们把它切分成本劳跟外劳 免于失业的保障 同工同丑 家庭帮佣没办法享有同工同丑 本劳享有劳基法基本工资的保障 家庭帮佣没办法享有劳基法基本工资的保障 他没办法获得公平忧郁报酬的权利 这个同工同丑 我觉得不应该给他分公民跟非公民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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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在这个ISER第五条里面 他就有提到 保证任何人不分种族 不分肤色 第五条里面 在第五条里面 他特别提到 保证人人有不分种族 肤色 种族 肤色 这边是写 肤色或民族 在我们的那个 在我们的那个 消除一切种族形式国际公约里面的第五条 我们把它翻译成什么呢 我们把它翻译成 原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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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能更贴切 原属国 人人不会分原属国 所以 我觉得第五条 第二条他是说 原则上公民跟非公民可以做区别待遇 这是 例外归 这个是通诊 这个是ISER第 公民跟非公民 可以做区别待遇 这个是第一条 第二项的原则 第一条第二项的原则 它有例外规定 例外规定在第五条里面的 第五条 因为他这里有提到法律上的平等 保证人人有不分种族 肤色或原属国 原属国 基本上第一条第二项 他在公民跟公民之间 他有做区别的待遇 可是第五条 第五条 第五条里面 他这个下列的这个权利 基本上他是 公民跟非公民之间都是平等的 但是 有一个例外就是 第四款 这个也是呼应到第一条第二款 在公民跟非公民之间可以做区别待遇 但是这个第四款是专属于公民的 其他公民的权利 其他公民的权利 那基本上 原属国 不分原属国 不分是哪一个国家 不管是本国人或外国人 法律上都一律平等 法律上一律平等 但是第四款是没有法律上一律平等 因为他限制在其他公民的权利 其他的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 还有第五款 第五款的话他没有提到公民权利 金色文权利 这些权利 第五款里面的金色文权利 第五款还有第六款这些权利 事实上非公民也是应该享有的 其中第五条第五款里面的第一 第五条第五款第一幕 第五条 艾舍 第五条 第五款第一幕 他这里又提到同工同丑 还有那个第二幕的组织 还有加入公会的权利 住宅的权利 公共卫生医药照顾卫生保障 还有社会服务的权利 教育训练的权利 第六幕 平等参加文化活动的权利 第六款 进入或利用任何公众使用的地方 或服务之权 这台湾比较不会发生的 中国大陆比较会 会发生这样 禁止日本人 因为二次大战 日军屠杀了一千多万的中国大陆民众 所以中国大陆民众对日本人非常反感 少部分的地区 所以他会有那个 在第六款里面 他会有一些公园 有一些社区 禁止日本人 狗跟日本人进入 这个事实上就违反了 非常明显的 违反了埃舍的 埃舍里面的那个第五条 第五条里面的第六款 第六款 狗 及日本人进入本公园 狗 及日本人进入本社区 这些都是 都是违反了埃舍第五条的第六款 这样 好 然后在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制定这个世心法 所以也没有制定平等法 或种族歧视平等法 所以这个 哪一个主管机关主管 不明 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园 虽然直接对中华民国生效 但是如果没有透过国内法 一个世心法 或是制定特别的像 像学者专家还有政委 甚至连国家人权委员会 监察院的国家人权委员会的院 委员会的就是成局院长 他也极力呼吁我们台湾要制定一个平等法 种族平等法 平等法 种族平等法 好 还有那个 这个中央社也有 5月22号 今年5月22号的新闻 这个公约 虽然它定得非常好 但是它转换成国内法的时候 如果没有透过一个国内法的转换机制 施行法 或制定一个特别的法律 叫平等法 或是种族平等法 或是反歧视法 很容易就是 宿诸高格 在格格不入 格格不入这样 这个 他们很多都是呼吁的 人权会的不断呼吁 要制定这个 制定平等法 这样 人权会 不断的呼吁 不断的呼吁说 要制定一个 制定一个平等法 不断的 就是 政府部门它 它也 也发声了 所以要制定一个 人权法这样 还有种族歧视人权法 不是人权法 是平等法 或是反歧视法 反歧视法 那这个 跟各位嘉宾报告 这个消除一切 种族歧视 国际公文院里面 还有一个问题点就是 对于那个 这个歧视 跟各位嘉宾报告 这个第一条里面的歧视 还有一些问题点 就是说 这个种族歧视 它定义非常重要 它这个定义 种族歧视 是基于种族 肤色 世系 或元属国 或任何民族本源的任何区别 排斥 限制 或优惠 所以它是必须基于种族 基于肤色 种族歧视 是基于种族 基于种族 基于肤色 基于世系 基于民族 或基于人种 人种 那我们台湾翻译的这个 我们台湾翻译的这个 我们翻译的消除一切形式 种族歧视 共约 在第一条里面 我们这个叫做元属国 世系 元属国 元属国 或民族本源的任何区别 所以种族歧视 事实上它基于 1.种族 2.基于肤色 3.世系 4.元属国 5.民族本源的任何区别 排斥 限制 或优惠 这样才构成 那个种族歧视 所谓的种族歧视 基于1.种族 2.婚 忽色 3.世系 4.元属国 5.民族本源 那 如果基于那个宗教 通常那个吃素的民众 通常都很容易受到歧视 基于性别 对于妇女的歧视 这个好像都不适用种族歧视 因为它不是基于性别 对于那个单身的歧视 是不是适用消除一切种族歧视 好像比较不适用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种族歧视是基于 1.种族 1.种族 2.肤色 这个单身跟结婚的 跟非单身 它不是基于这个种族 然后那个对于吃素的 常常会有偏见 对于同性恋也会有偏见 它是基于性别 我们那个种族歧视 1.基于种族 2.基于肤色 3.基于世系 4.基于元属国 所以对于那个 家庭帮佣 它没办法领到最低的基本工资 这个就造成了种族歧视的 因为它原属国 然后还有民族本源 第五个是基于民族本源的任何区别 排斥、限制或优惠 它的目的或效果就是取消或损害它的政治上 哪方面的人权 1.政治上的权利 2.经济上的权利 4.社会上的权利 4.文化上的权利 5.公共生活 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 还有基本自由 在平等地位上承认、享受或行使 所以 基本上这个埃舍的公约 第二项还有提到 本公约埃舍不是用于地域 我对公民、非公民所做的区别 公民跟非公民所做的区别 排斥、限制或优惠 事实上也是不适用的 但是它 这是原则 不适用 但是可以做区别待遇 但是第五条里面又有说 它也有例外规定 这是原则 但是 所以基本上 第一条 第二项就是 很可惜的 就是限缩了 这个埃舍 他的试用万匪 他在公民跟公民之间 他做区别待遇 公民跟公民之间做区别待遇 事实上是可以的 所以他也限制了埃舍的发展 那也可以发现说 我们在那个年代所制定的国际公约 在人权上也不是那么进步了 不过 有比 总比没有好 最后在结束之前 我还是跟各位嘉宾报告 这个埃舍公园里面的第一条 第一条 第一条里面 他总共有四项 第一条里面的地下 要特别特别特别留意 什么叫种族歧视 第一个是基于种族 种族 第一个是基于种族 第二个基于肤色 皮肤的颜色 肤色是皮肤的颜色 第三个是世系 世系 第四个是原属国 他是来自哪个国家 第四个是原属国 第五个是民族本源的任何区别跟歧视 所以种族歧视他就只有 出于这五种 五种的原因才算是种族歧视 一种族 种族 二皮肤的颜色 肤色 三四系 四元属国 元属国 元属国 五民族本源 民族本源 这就是种族嘛 所以他的公约就是 他的公约啊 就是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 那跟各位嘉宾报告 那假设说基于 我们对于离婚 通常也会歧视 离婚的民众 那离婚算不算种族歧视 不算啊 因为他不是基于婚姻 那通常我们对吃素的人 也会给他歧视 在升迁上 工作机会上也常常歧视他 这样算不算种族歧视 不是 因为他是基于吃素吃婚 也不是 构成种族歧视 对同性恋进行种族歧视 算不算种族歧视 也不是 因为他不是基于婚姻 同性恋给他歧视 不算于婚姻 所以不能把这个爱慈的公约 把他适用的范围 把他适用到无限大 他事实上他就很抱歉 他只能限制在五种上方面的歧视 基于五种原因的歧视 一种族 一种族 二皮肤的颜色 肤色 三四系 四系 四元属国 五 民族的本源 民族的本源 对原住民给他歧视 这个构成 骂那个民住民是喜欢的 这个构成种族歧视 构成这个种族歧视 原住民 对于单身进行歧视 这个算不算种族歧视 不算 因为单身跟非单身 不是这个不够 因为种族歧视 就基于这五种原因来进行歧视的 一种族 二肤色 皮肤的颜色 三四系 四元属国 五 民族的本源 那单身 对于单身 对于离婚的歧视 他不是不符合种族歧视的定义 对于同性恋的歧视 也不符合种族歧视的定义 对于离婚者的歧视 也不符合种族歧视的定义 然后还有 对于西华纳 对原住民的歧视构成 因为他就基于种族歧视 妈妈原住民是西华纳 对于妇女的歧视 算不算 適用本公约 不算 因为他是基于性别 那我们这个种族歧视 就基于五种原因 一种族 二肤色 三四系 四元属国 五 民族扁原 然后对于少数的宗教 给他歧视 够不构成艾舍的歧视 不构成 因为他不是基于宗教 不基于宗教 因为他刚开始制定这个艾舍的 在艾舍的时候 他本来就是有 有两 本来就分两部分来制定 一个是基于种族的歧视 第一个是基于宗教上的歧视 后来基于宗教方面的歧视 好像就没有制定 特别的公约 但是基于总 因为呢 帝约国认认为基于宗教的歧视 还没那么严重 但是基于种族歧视 这部分非常非常严重 这样 好 那个 孔同症 对同性恋很恐惧的 算不算 种族歧视 很抱歉 很不算 因为同性恋跟同性恋 是基于性别的歧视 这个不构成这个艾舍的定义 因为他这个就是真的很限制在 一 种族 二 肤色 总说的种族歧视 基于五种原因 一 种族 种族 二 皮肤的颜色 肤色 三 四 四 四 原属国 五 民族本源 民族本源 这样 民族本源 他就只能限缩在这五种 基于这五种动机 五种原因 来自于这五种原因的歧视 才算是歧视 其他的 性别 婚姻 都不算 性别 婚姻 宗教的歧视 性别的歧视 婚姻的歧视 还有素食跟非素食的歧视 都不算 都不算 好 以上 是今天跟各位嘉宾报告 所以这个定义事实上是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 非常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在这个 他的前言里面 他也有提到了 他的前言里面 前言里面提到 重生 重生 他这里有提到 重生 他说重生 人与人之间基于种族 所以 埃舌的歧视是种族的歧视 皮肤的颜色的歧视 民族本源的歧视 种族 肤色 民族本源的歧视 才算是 好 以上是今天跟各位嘉宾报告的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聆听 谢谢 谢谢 那今天是8月8号父亲节 也恭祝各位嘉宾 父亲家节愉快 父亲家节愉快 谢谢各位的聆听 感谢您 感谢您 那我也是期待 我们台湾应该尽速制定一个平等法 平等法 还有台湾应该制定一个平等法 尽速 是不是适用埃舌 很抱歉 不适用 因为他是基于性别 基于性别 恐这个同性恋的算不可不可以埃舌的适用范围 很抱歉 也不适用 因为他不是基于种族的 不是基于种族的 不是基于种族的 歧视特定的种族 这个就算了 歧视特定的种族 就算了 煽动仇恨的言语 这个也算 算 歧视的言语 所以希望这个 压迫援助民族 这个是道道地地 艾舌适用的范围 歧视诞生男性 算不算 艾舌适用范围 很抱歉 不算 绝对不算的 单身男性 100%的保证 哈哈 为什么 因为 本公约的种族歧视 基于种族 1种族 2肤色 3氏系 4民族或人种 他不是基于单身或非单身啊 所以那个 歧视单身的男性跟女性 那个算不算种族歧视 百分之一万不算 百分之一万不算这样 好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聆听 谢谢您 谢谢